我們今天選了另外一個camping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Blu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就是藍山國家公園 這叫Yoroka Campground Yoroka露營區 這個地方總共有四個區可以露營 那這個區只有我們一家 另外一個區還有另外一家 這是我們的營帳 那我們今天剛剛已經是第二次在set這個營帳 所以今天很快 一下子就把它弄好了 大概15分鐘就弄完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非常的慶優 這是在Blue Mountain的國家公園裡面 我們現在正在找那個袋鼠 那據說要先找到袋鼠的大便才能看到袋鼠 那這個就是應該是剛剛新鮮的袋鼠的大便 那這邊有一些是乾掉的袋鼠大便 Yoroka以前是一個火山爆發的地方 所以呢它有很多火山灰 所以它的土地土壤特別的肥沃 那所以這邊就會形成一個很多草的一個草原 那所以這邊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可以看到袋鼠 我們不要走到它前面去 走旁邊 走旁邊 據說澳洲的袋鼠 它不會往後走 只會往前跳 所以我們不要走到它前面去 就會比較安全 然後它的兩隻大腿非常的有力 然後前腿的話上面有很力的爪 所以呢它都會用尾巴來控制平衡 然後往前踢你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在它的旁邊 哎呀!欸!所以它轉過來了 這是我們的Campside 就一堆袋鼠在前面 哈哈 它跳回去樹林了啦 它吃飽了回去了 還有橘子 還有麵包 還有這個 餅 很新鮮的Lattice 加上 這個 很肥美的鮭魚 還有Sweet Cheese 還有有機的麵包 有一隻鸚鵡跑過來 想要搶我們的東西吃 禮拜六到那個 禮拜六到Australia 然後第一天是心裡住在民宿 然後第二天是Camping 第三天是Camping 然後第四個晚上是住在那個Sushi 自己的那個地方 就是民宿 然後今天是第五個晚上 我們又來Camping 那今天選的這個Camping的地方 非常的好 我們剛下午還看到Cangaroo 所以袋鼠會在我們的Camp旁邊 跑來跑去吃東西 阿佛這邊有著蚊子 吃蚊 然後 那個這地方也很漂亮 然後今天晚上只有我們 好多鳥喔 對好多鳥 就是在外面 現在都在外面 那個很多鳥的聲音 對 然後剛剛我們吃晚餐的時候 還有一隻鸚鵡跑來想要搶我們的東西吃 呵呵呵呵 不會被我們趕走了 嗯 然後 那個今天的話就是 這邊的話 因為外面蚊子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先躲在帳篷裡面 等到那個天再更黑一點 看看有沒有星星可以看 好 好就這樣 好我們今天有非常棒的一天 早上起來 就去看到三隻袋鼠 遠方的袋鼠 然後又去了他們的高山杜鵑花園 哇 超美 自然派的花園 真的是超美 就是 他們現在正在杜鵑花季 就是整個 就是盛開 然後接下來我們又去看 Evan's Lookout 然後接下來我們又去走了那個 嗯 那叫Federal Pass 在那個 Echo Point 和Three Sisters那邊 超漂亮的風景 真的是 超值得 然後我們大概今天 從頭到尾大概走了九公里吧 九公里四公里 還跑到那個瀑布那邊去看 對現在 我們已經就是把自己弄得很舒服 準備 看等一下能不能看星星 看不到就睡覺了 我們的早上 好多鳥叫聲喔 每天都被鳥叫聲叫起來 看到Cangaroo Cangaroo在我們的帳篷前面吃早餐 我們太厲害了 哇 哇 你有找到我們的帳篷嗎 有 我們帳篷在這裡 嗯 哇 我們的銀杖 看出去 就有三隻Cangaroo 哇 他在打架耶 打架 在吃早餐 打架 啊 不是 可能是媽媽跟小孩在練習 哦 哦 哦 在那邊打架 你有錄到嗎 有 哇 真的在打架耶 應該在練習吧 這是我們的營地 這是我們的營地 一大早就看到 Cangaroo 有袋鼠 然後有很多鳥 然後這是我們的營地 然後昨天晚上 我們從這個營地往上看上面的星空 哇非常的漂亮 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星星 然後被這個樹圍著一圈 像一幅畫一樣 這媽媽的肚子裡面有一隻小隻的 哇 跳走了 你有路上面跳走嗎 有 哇 哈哈哈哈 我們太厲害了 我們真是選擇 又打架 快點 這個就是剛剛那一家那個 袋鼠拉的大便在這裡 還熱騰騰的 哇很多鳥在這邊飛來飛去 一大早就聽到很多鳥的叫聲 又一隻Cangaroo在吃草 看這裡 從我們的帳篷看出去 就有一隻袋鼠在密室 好有趣 我們在這裡 地圓洞 我們在這裡 跟我們 往上 我們在這裡 看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